看到这儿估计有观众要问了 这个王剑超人般的饮水量已经够可怕了 还给家里带来了这么多困扰 为什么不想办法弄清楚王剑超量喝水的原因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想了呀 王剑的父母尝试了不少办法 14岁少年异于常人 每天喝水超过30斤 10年困扰家人束手无策 过量饮水究竟是病非病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14岁的初一学生王剑 每天能喝下超过30斤的水量 这种超人的饮水量 给王剑的身心以及家人都带来了不少困扰 那么王剑的父母有没有想过 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 还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为了孩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您听听啊 有人说是王家前头的石头影响了风水 他们咬着牙花了几千块钱 把石头给炸了 可是这样所谓的风水呢 并没有因此好转 儿子的饮水量不减反增 后来又有高人指点 说是王家的朝向不对 导致孩子中了煞气 夫妻俩听了以后啊 赶紧去借钱 把房子给拆了一半 打好地基 准备建新房 您听听 这是不是挺让人着急的呀 这得去医院呢 你整这些迷信的东西有什么用啊 反正没得到 你跟公布的爸爸我去 反正我跟爸爸走 在家里新迷信 然后来到医院去看过吗 医院里没有 小医院去看过 看过后不等 撕下去就没有去看过 当然了 发现迷信没有什么用处之后 失去信心的夫妻二人 也带着儿子呀 看过一回中医 可是折腾了半天 也没查出过所以然了 药倒是开了一大堆 吃了一年的中药 效果仍然不明显 夫妻俩对于孩子这个饮水量啊 就开始处于一种听之认之的状态了 因为他们发现 王健除了饮水量惊人以外呢 身体还算不错 没有任何其他的症状 不就是喝水吗 那烧就是了 看到咱们的记者都来了 夫妻俩就又燃起了希望 就寄希望于 咱们记者能给想想办法 可是记者又不是医生 有什么办法呢 还是得到医院找医生给瞧 这吧 医生一听症状 就说了不少的可能性 考虑到王健的年龄 身体状况 以及过往病史等情况 医生很快排除了糖尿病 等等几种疑似的疾病 最后呢 医生把导致王健十年来 过量饮水的罪魁祸首 锁定到了一个 咱们都十分陌生的病征名词上 它应该是一个 我们那个临床可以诊斗 基本上可以诊斗 一个尿膜症 尿膜症的 最显著的特点应该是一个 动量 换那个 你像用那个 对了尿膜症的 成年小孩 他特别喜欢 特别容易 口口 烦焯 然后不都那厚水 小便多 据医生介绍 这尿崩症 可能发生于任何年龄段 但是以青少年为主 其病因呢 多是由于体内的 抗力尿激素的缺失 使得肾系尿管的再吸收 受到影响 导致肾脏排除水分增加 除此之外呢 肾脏本身的病变 基因缺陷等原因 也可能引发尿崩症 这就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加以区分了 如果只有水能够补足 对吧 那个 它一般不影响正常的那个生活啊 学习啊 和他的那个生活 对吧 虽然在保证能够及时补水的前提下 尿崩症患者的日常生活 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但是医生还是建议 王健的父母能够及早的带他去医院 接受正规的治疗 以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啊 哎 谁说不是呢 要是王健的父母能够把花在迷信上的钱 用在治病上走 这事儿也不至于困扰一家人十年之久 所以啊 凡是相信科学 有病咱上医院 您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